EODB 真正的地方 我們那次去到EODB 真正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看到Number 1和Number 2 其實他們的默契要很足夠 Number 1需要什麼 Number 2就已經準備在他旁邊 要幫Number 1穿衣服 穿的是什麼呢 真是炸彈的衣服 新聞如果真的炸彈的時候 就像太空人一樣 我要幫他穿 因為本身自己是穿不到的 所以我要幫他穿 或者要幫他戴手套 或者要保護得很好 要讓他走上前線去拆炸彈 我認為如果他真的要 拿一個炸彈去引爆另一個炸彈的時候 其實那個炸彈的遙控器是在我手上的 那些EODB真正的炸彈專家 如果他真的不妨礙你的上司的話 即是你不喜歡你的上司的話 即是開玩笑而已 你可以按一個按鈕 你可以當成炸了你的Number 1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線呢 就是一直拉在我的遙控器 他要拿著炸彈 要放在我的真正的炸彈上 引爆的時候 要Number 1 OK 我已經處理好了 到Number 1走開的時候 我就拿著我的遙控器 我就要引爆 我的職位和這個角色是要做的 大概的內容 故事是這樣